蔡英文要提名四個大法官 被認為說通通是你蔡英文了 之前11個也是他提 那四個本來馬英九提的 已經認期到了 所以換蔡英文提 也有人講說你只剩下半年多的任期了 而且明年1月10號就選舉了 就算是你現在不知道誰會當選 就算是民進黨的候選人當總統 你這個機會讓給新的總統 你一個人吃乾媽淨 美國九個大法官 通常都是五個保守派 四個自由派 說五個自由派 四個保守派 大致是這樣 甚至有的美國總統 因為美國大法官是終生子 有些美國總是八年任期 一個大法官都沒有機會提名 因為沒有人死 沒有人辭職 都沒有機會提名 川普上次都提了三個 已經是有史以來很少見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蔡英文要不要謙虛一點 還是你通常把它幹滿 提滿 所以現在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說你蔡英文 只剩下這麼一點任期的時候 你到底還是不是要把大法官提滿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提的是什麼人 提出來當然也有一些爭議 譬如說有太陽花的律師 尤博翔今天還被民進黨 自己的立委說 以前好像有剿手做偽政的嫌疑 陳忠武當時是卡管的 管中美的時候他也卡 然後朱富美是形態招的太太 然後尤博翔就是太陽花的學運律師 同時促轉會的委員 他的意識形態非常強烈 所以到底其他也有人各界推薦 可能認為說比他們適當人選 但是也沒用 那蘇智芬就說尤博翔絞手偽政 所以當然這很嚴重 那另外這個你看這邊講說 令人震驚 在雲林焚化如案他絞手正人偽政 所以這個事情當然也被拿出來了 那另外陳宏達 陳宏達是台灣高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痛批 這是毀敗國家的名氣 大法官是多麼重要的 所以現在就變成何大只有 什麼叫大法官 根本不能叫大法官 在小池塘裡挑出來的魚 所以你在這麼有限的 你沒挑出來 還說大法官 你大什麼法官 所以檢察官說這等人品 因為他在貪污案替證人排練問答 來 大律師 到底怎樣 我覺得大法官都有一個總統提名 不是問題 總統都提名單一色彩的人 才是問題 大家回頭去想 馬總統那個時候也提名了 15位大法官 可是馬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裡面 還有人會跳出來說 黨產條例就是核限的 他本身在選的時候 就盡量選擇政治色彩中立 在法界不會有爭議的人選 他本身就是俊豔之士 可是蔡英文總統幾次提名 都有先挑顏色 再挑也不知道 是不是專業的問題 其實像 我們現在大法官大概幾個來源 律師 法官 檢察官 學者 律師界大概全律會 全國律師聯合會 他有推薦 主要的推薦人選是李念祖律師 還有薛熙全律師 對不起蔡總統統統沒有提名 如果你覺得我們全國律師聯合會 的推薦沒有任何代表性 李念祖對憲法很有研究 李念祖是非常有名的 憲法的專業的學者跟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 非常綠的公會 推薦的人是羅秉承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游柏翔 而且游柏翔還是什麼 他還在台北律師公會當過 當過秘書長 還當過常務監事 當過理事 他還當過理事長 好 現在是理事長 這麼色彩鮮明的人 好 那他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之前太陽花 大家都知道他太陽花的辯護律師 這不是問題 後來他反過來 去幫太陽花的學生 侵入行政院的這些暴徒 去告馬英九 告江儀化 告警政組署長 告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他說什麼 如果這些警察都有帶警械 當你同意警察帶著警械 去排除侵害的時候 就等於是同意他們殺人 所以這四個人 應該犯殺人未遂罪 這種神奇的法律見解 我們每一個法律人聽了 簡直覺得是中華民國法學 應該全世界法學的大發現 所以當天開庭的時候 就有別的律師在說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旁邊的法警 全部都有警械 所以幾位法官 大概也有殺人的未必故意 台北地院的院長 應該也有殺人未必故意 柳律師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麼色彩明顯的人 能不能當大法官 我覺得大家自有公平 陳中武教授 坦白說這個教授我本來不熟 是這一次事情出來發現說 他還特別參加黨產會的研討會 他就會說像國民黨這種 拿著不當財產 所存續的政黨根本不可以存續 所以他基本上 說黨產不能存續 還是政黨不能存續 如果曾經不當取得財產的話 你這種政黨不能存續 你一個立場這麼鮮明的人 大法官他最後要處理政黨 違建解散事宜 他已經等於有一個立場說 國民黨就應該要解散 你怎麼能夠當大法官 這好像納粹時代的時候的 這個法院 我覺得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就是說你蔡總統 你提名我們就認了 因為憲法現在就長這樣 可是你在提名的時候 完全不顧中立性跟法學素養 我想這個實在是法學 我們自己法學業實在看不下去 我們看一下相關情況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一次亮相位的是要接替 九月底任期屆滿的大法官 省見小組委員秉持公平公正 副召集人的背書或許小組也知道 這份名單被國民黨質疑 律有有 民進黨的高官的提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像尤博翔其實他的律師其實一般一般 藍營點名曾任促轉會委員的尤博翔 在太陽化運動時擔任辯護律師 令朱富美現職是監察院秘書長 丈夫是檢察總長邢泰招 台大教授陳忠武則支持追討國民黨黨產 只是想要當事人親自示疑 明明問的是四位被提名人 他們的面前也都被有麥克風 卻見林佳龍火速抓起麥克風搶答 這是要幫忙擋子彈嗎 記者會似乎變成林佳龍的說明會 另外外界也質疑未來下屆總統任內 四位大法官都由蔡總統提名 是否司法制衡喪失 總統如果連任的話 必然的會跟大法官 他的這個戒期啊 這八年是重複的 所以這個外面有一些是誤解 大法官任期八年 總統連任任期也八年 林佳龍想說的是不只蔡總統這樣 還有馬前總統 未來新總統若連任一樣 來 執行長 我個人覺得說的確 成如剛剛所說的 這是我們憲法所賦予 這個蔡總統的一個職權 但是還是要問 一般來說我們選擇 不管是美國 大家最 蔡總統最喜歡的美國好不好 他在這裡面當中 不管是政黨是誰 他總會有保守跟非保守 你總要取得一個 所謂的一個平衡點 可能你這一次來說的話 真的姑且不論他只剩下 一年的任期 他是不是該留一些的空間 給新任的總統 他現在完全不顧及這邊 我只能說他只有一個桿子 非常的桿 我真的是對於這個陳中武教授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見 好不好 我非常的有意見 特別在卡管案的發生的時候 他完全是不顧 領選委員會所做出的決議 他是率先來告訴我們 他們應該來重新啟動 這樣一個領選的一個程序 更何況他在太陽花試鏡的時候 他甚至講出在ECFA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應該好好地來討論 甚至應該廢止 結果現在目前為止 民進黨有做任何的事情嗎 還是照樣享受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要提到 我剛剛特別說保守跟非保守 那是因為你在一般解釋 一般的法律問題的時候是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解釋到 我舉個例子 像黨產的問題的時候 這裡面活生就擺著這幾個 你不要忘記不是只有這幾個 上一次他所提名的另外九個人 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也遭受到非常大的一個攻擊 因為他們在解釋憲法的時候 就已經完全倒向 一個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只能說 當你的政治性 高於你的專業性的時候 你如何來告訴我 那個大法官 那個大字 如何能夠來以福天下 我覺得是蔡總統 她在這一次過程當中 剩下最後的一年 難道你不能給你的賴清德 一些的空間嗎 難道你不能給侯友宜 一些空間嗎 更甚至給柯文哲一些的空間嗎 你就要全部 我只能說蔡總統 你真的很敢 賴清 這個劉柏祥律師 他這個部分其實滿嚴重的 第一個他是蘇志芬立委 民進黨自己的立委 先PO出來的 然後PO出來的是法官見解 因為這個案子 對於蘇志芬來講 他當然是非常的在意 因為審的是張榮衛 張榮衛他們那個案子裡面 被檢方認為是共犯的 然後游律師擔任他的辯護律師 然後他就傳了他的 這位嫌犯的太太出來作證 他之前的時候就被發現說 他太太在庭上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就一直看著一個筆記本 然後所以就被法官注意到了 結果拿上去看的時候 就被沒收了 然後就發現就說上面 就真的是一問一答 然後法官就問他問題的時候 游律師就緊張了 他就站起來就說 我有教你怎麼樣回答嗎 他說他就嚇到了 這位證人他就嚇到了 他就說當然沒有 這個對於法官來講 法庭上來講 還有像這些大律師 你們出庭的經驗這麼多 這就是公開的在串政不是嗎 我覺得像我們跟游大律師 有開過庭 我只能說民間司改會 有一些律師去開庭 我覺得好像法官 都對他們特別的客氣 因為他們回過來 可以評鑑法官 然後所以我們覺得 明明是一個案子 大家可以好好討論事情 然後有一些人 你在法庭上你就覺得 他們是來指導法官怎麼開庭 整個狀況完全不一樣 而且今天游律師 他因為有被這樣子的指控 所以他寫了長長的一篇的文章 再來反駁 然後他的反駁的論點 聽起來其實是有點弱 他的意思是說 他絕對沒有去排練 沒有去教唆證人 怎麼樣去作證 而是證人他在這個庭上聽 因為他先生出庭 他在庭上聽的時候 聽了其他的證人的回答 他自己做的筆記 所以你看起來 他呈現在他的筆記本上 其實是一個叫戰守則 就別人怎麼答 他應該怎麼答 如何的才能夠完整的去建構 有利於被告的這方面的事實 我覺得如果說 當今天法官跳出來 檢察官都跳出來 來這樣子指控 這個尤伯祥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 他是當然是不可能再考慮了 但是就對於民進黨來講 民進黨你們要不要好好的想想看 有這樣子的一個必要性 要在這個案子 這麼重要的大法官的人事上面 蔡英文要這樣投桃報李嗎 蔡英文今天能夠坐上 這個總統的位子 依靠著兩場運動 一場運動就是太陽花學運 另外一場運動 就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然後他似乎要藉著他任期的最後 有機會去提名 這四位大法官的機會 讓他在這個任內 不管是在太陽花的學運上 曾經貢獻心力 或者是在黨產的問題上面 曾經貢獻心力的 這些學界的人士 法官 律師 他要給他投桃報李 國家名氣可以這樣子用嗎 就是說我在今年3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 蔡英文核定成立112年 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見小組 當時是由賴清德擔任召集的 後來大家罵罵 賴清德又辭掉不擔任召集 我說當民進黨主席 又是副總統承認召集人 你是副總統召集人我沒意見 你又是民進黨主席 你要選總統你就很奇怪 賴清德還不錯 我覺得他們就辭掉了 沒有當著急的 當時我就講 我說當時監委有20個 有11個缺額 馬英九當時就沒提 總統府馬上出來反駁 總統府說有提 有提 但是立法案沒審 那不是一樣嗎 立法案是國民黨的多數 那是2014年 馬英九是從2008到2008 2012 2012到2016 對不對 蔡英文在2016當選 所以換句話說 他說馬英九在2014年10月3號 有補提名 但是資文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沒審查 換句話說 就算馬英九如果那時候 強勢要立法院通過 我覺得立法院也會通過 好嗎 立法院既然說 你總統自認已經過一半了 我要加給下一任總統提名 馬英九就尊重了 所以11個監委 這麼多的監委 然後那一年 這是總統府提供的 2014年10月3日發布 資文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沒審查 就缺11個立委 所以讓民進黨後來才能夠 再補提11個監委 記得這個事情嗎 所以沒關係 好吧 就算是 馬英九當時提了 蔡英文現在提了 立法院敢不審嗎 敢不同意嗎 比照 比照那時候不同意 讓新的總統去決定 敢這樣做嗎 續舍再回來 好 那麼 因為侯友宇的民調看起來 往下跌 所以侯友宇今天跟國民黨委員 舉行便當會 就侯友宇鞠躬說 不好意思 我會再打招 因為 胡子加那個什麼 梅力島電子報的民調 掉下來了 不過當然將來民調會很多 不會說 不是只有一個民調 所以將來看 看其他的民調得怎樣 不過就是說 大家期待侯友宇是說 他能夠拚上去 他原來是超過賴清德 在去年11 2月的時候 他的民調是40幾% 賴清德只有20幾% 所以大家期待他能夠再回去的 所以你不要說到第三 就是一隻寶財 第二 大家都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第二 好 那麼 盧俊彥說NBA的傳奇 會贏的 最好是會贏的 到底 因為大家問說 侯友宇是不是叫盧俊彥助攻 另外 侯友宇會不會邊緣 變成下一個林耕人 我今天就問說林個人是誰 應該那個兩個不能相比 曾明中說絕對不會 侯友宇雖然起步比較慢 民調會往上走的 另外也有人現在就開始要換侯了 像張亞中 說侯友宇也換掉了 祝綠倫就說這是策略性帶風向 說三大澳部 這是民進黨的澳部 其實也不是張曉宇不是民進黨的 澳部一就是國民黨內訌 澳部二就是喚喉 澳部三就是破壞藍白的團結合作 另外聯合報警的社會論 是說侯友宇團隊的格局 及動力不足要及早擴編 就是說第一個 你不能只用你新北市政府的團隊 那是不行的 我很早就講 不能用部署做競選團隊 競選團隊要有些人 是跟你意見不同感 大膽跟你拍座 說這樣是不行的 要這樣的人 這個不能說是 而且我已經知道你喜歡什麼 我講的話就是你喜歡聽的 我做事也是你喜歡聽 這是不行的 不是不能有這樣的人 也需要這樣的人 否則每天都是跟你唱反調 你日子很難過 但是都是這樣的人 我們常常講說 一個公司 一個老闆 需要有白貓 也要有黑貓 黑貓就是可以跟你講真話的 白貓就是拍你馬屁的 如果你都是白貓 你就完蛋了 你都是黑貓 日子也很難過 好 所以格局也不夠 因為你是選總統 你現在不是選新北市長說格局要大 站出來有總統的樣子 講話有總統的氣勢 動力好像也不足 所以是聯合報的社論 侯友宜辦公室6月1號要成立了 明天 是吧 新北市的副市長叫謝政打 聽說他是侯友宜最信任的人 還有副民主長張祈強 也都請辭 不在新北市長做了 要去競選辦公室做了 侯友宜今天好像也比較強硬了 也開爆 他的民調低了以後 他也今天表示的比較強勢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有機會跟他 共用晚餐的話 我會勸他放輕鬆一點 不用會壓力很大 人民的負責是最重要的 和平對大家都有控制 就是這番話讓侯友宜 不滿開炮 你只說一個要吃晚餐 你是在說什麼 我太想要想去 真的是把政治 尤其把和平 在兩岸議題上 當然不能讓賴清德先發智人 侯友宜極力搶回發球權 炮口不忘對準中央 比起對手雖然慢的不少 但侯友宜積極切換選戰模式 除了瞄準對手 黨內整合進度也重要 金門議長態度明顯輕鍋 還說跟侯友宜很不熟 好 那麼蘇菲怎麼看 我剛剛在說盧市長 跟我看的應該是 同一場球賽 前天賽TK跟熱火隊 在最後他說0.3秒的時候 補進一球逆轉勝 當然我們不希望這麼精心 可是這代表一件事情 就像阿扁2004年 你要有拼佔到最後一刻的 這個決心跟精神 跟意志力 現在我覺得侯友宜 他需要有四個力量 第一個 他有魄力 讓人家覺得他幹得掉賴清德 幹得掉民進黨 第二個 他有能力 讓人家覺得他有能力 解決過去民進黨 這8年的問題 不管是高房價 低薪水 等等的問題 要陸續的提出政策 再來他要有極佔力 這一點柯市長是真的還滿厲害 你只要麥一過去 他的極佔力就出現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這個侯友宜市長可以看一下 柯市長的視頻 我常常看他的受訪的影片 再來就是剛剛趙先生說的 要大破大力 他的團隊 他的思維 他的形象 像剛剛說幕僚裡面要有夠白幕的 我過去長期就是擔任白幕的幕僚 對 所以我知道說一個團隊裡面 你當然有要為市長著想 為老闆著想 因為要保護他 但你也要有這種 從不同立場 不同角度 甚至從比較接地氣的 一邊是從老闆的角度去看 一邊是從民眾的反應去看 你要有兩邊的聲音 在那邊平衡跟平衡 但是如果你都用市府團隊的話 第一個保守 因為他們過去的思維就是 怎麼樣把市政做好 所以對於政治 他是陌生的 他對於政策他可能很了解 一級棒 可是他對於政治 真的那麼了解嗎 對於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 對於每一具工坊裡面的疾風 我覺得市府團隊人未必了解 我跟候市長有一點很相像 所以我可以理解 他現在在轉型中的痛苦 我們過去二三十年都是公務員 你叫我做事 叫我推政策 我很厲害 但是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搞清楚政治的關係 才搞清楚國民黨內的 錯綜複雜的關係 才搞清楚政治的話 要怎麼說才不會說錯 所以當然大家都希望說 我們要選一個總統 是好好做事情 但是不好意思 在選舉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好好地講話 孟華 民進黨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其實朱主席提到說 三大奧布裡面 這太看得起民進黨了 我覺得整個侯友宜 目前的狀況 我們可以其實知道 民調是一個趨勢 說實在話的趨勢 就是慢慢地掉下來了 我覺得這可以顯現出了一個 就是國民黨之前的徵召 我覺得這個傷痕 就是沒有好好地來做一個和解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大家 我覺得還是有藍營的人 可能在質疑說 到底侯友宜 是不是一個心目中最強的 最強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種質疑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對侯友宜來說 是非常危險的 我覺得郭台銘 他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他非常多的動作 他到底能不能夠 就是跟藍營來好好的來和解 然後好好的跟侯友宜一起 就是邁向團結 大家一直在講團結 我覺得這是侯友宜必須要做的功課 我知道他現在很努力 看到他戴上這個眼鏡 所以他戴眼鏡真的 我覺得這個形象 跟之前的形象比 又更加的思維 更加希望可以增加一點專業度 我覺得說其實不只是你在形象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目前 他構思在跟黨內的高層來對話 其實我們知道侯市長 你的起步已經慢了 其實更重要的是 你要如何去跟基層來做對話 跟更多的民眾來做對話 你要選的是總統 我們不想要再看到說 為什麼在好像藍營裡面 你們一定就是一定要 每個高層去這樣請益 我覺得對於年輕人 或者是選民來說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 更加活潑 或是更加接地氣的一個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也是 給侯友宜的一些意見 梅瑞律師 我其實對淑慧的看法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侯友宜 侯市長不太需要去跟柯市長 這個東施孝萍去學他的嘴炮力 其實侯市 我們大家其實知道 過去八年台北市 在柯市長的執政下 的確講話都講得很漂亮 但是我們回頭想想 iVoting去哪裡了 他的行動派出所去哪裡了 他的所有的首長 都要經過網路選舉去哪裡了 通通沒有 但是他第一時間講的話 大家都講 後來都沒 賴湘林就是這樣 後來就沒有了 到第二任的時候就沒有了 但他有執行 只有前面一開始 不要急 侯市長已經有做事的力 不要急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柯市長的問題在於 他只有嘴巴講得很漂亮 最後沒有做事 侯市長相對來講是有執行力的 他其實把他的執行力 秀出來就好了 至於民調 我覺得謝謝民進黨的執教 其實民進黨自己的 正常國家文化基金會 他秀出來 如果是侯市長跟郭台銘 當兩個人一起合作的話 其實跟賴清德只差3% 好 那反過來 如果是 如果是柯文哲當副首 郭台銘當正的候選人 也只有27% 所以換言之 郭台銘加上了柯文哲 都還跟賴清德差了6% 所以這個很明顯 其實藍營目前最強的候選人 就是侯友誼 所以我覺得綠營 真的不要再去做什麼 挑撥離間 藍營的候選人 我想很多支持者會覺得說 你這個過程是不是不夠透明 那當然這可以改進 但是看得出來 最強的候選人就是侯友誼 徐帥就回來 找到一個屁股的路送給你 好看